那个请求帮忙的人 名叫王洪卫 附近一个村庄的村民 通过进一步调查 有人反映 当时看到了他的车上 就有一袋猫牙米 除了像死者陈金灵 这样的外来物 当地人基本上都种植水稻 粮食能够自己自足 王洪卫的车上 为何会有带庄大米呢 他们谈女儿的时候 她家里重有粮食 家里从来都是吃 自己家里从来不买米 当时我们就觉得 这个王洪卫声音就很大了 7月29号 王洪卫被抓获归案 面对审讯 他很快交代 7月17号中午 他在骑电动三轮车 从这里回家的过程中 从后面将同向而行的 陈金灵撞到 她在找到马路中间 找到背了一包米 刹车子刹了 刹车没有那么死就死 车子底下 不是那个铁子 搬到他这一块好厉害 就这个逃到这里 面部 面部 被撞之后 陈金灵就昏迷了过去 而犯罪嫌疑人王洪卫 也临人带车摔到了路基之下 等他爬起来之后 发现闯下了大户 他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捡起石头 猛砸陈金灵的面部 然后将人抱到不远处的 秘局树下藏秘 这点的大石头 比这个情况还更小一点的 为什么要打他呢 我就是怕他 他省过来家人是这样 当时他一个主要是心理 他就是考虑 如果第一报警 肯定如果撞到人 肯定是要赔钱 所以后来就产生了 把尸体那个医师 甚至把这个尸体埋掉的想法 根据警方对死者的尸检 发现他真正的死因 是溺水身亡 也就是说 在他被撞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死 是王洪卫之后的 一系列的犯罪行为 才让他命丧皇权 王洪卫也因涉嫌 故意杀人而身陷淋雨 是